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李文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几个礼拜 都发生了很多事 先讲一下好消息 我们国家的羽球双打球员 苏伟泽与谢定峰 就帮马来西亚赢了 BWF世界羽球公开赛的金牌回来 这个金牌就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队 在这几十年都没赢过金牌 包括李宗伟都没成功过 很多居民认为 那么辉煌的成绩 很应该宣布公众假期 虽然我们的羽球队 是很值得让我们喝彩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国的刑事法院 还值得大众赞赏 家人想不到我们法律的精神和正义感 没有受到诱惑 兼疏摆来作出判断 当然你们的估计我是说哪一个家伙 偷了国家几百亿 逍遥快活了这么多年 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阿鸡哥半入62年罚款2亿 都算是便宜了他 惨得过他的老婆 已经贪污罪名成立 但是法官还给机会上诉 马来西亚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国家 你走去超市偷卖 就会坐一年监 但是偷国家几十亿 说不定很快就会没事 在监狱走出来 因为很多人还崇拜他 帮他求赦免 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 可惜有一样东西 中六合彩都没那么对 比我乱惹中新冠肺炎 我都已经很小心 但是偏偏一个星期前就中招 虽然现在就没咳 又退了烧 但是整个人都散鬼了 真是失望 又说打完疫苗会没事 都骗人的 我三个孙子没有打疫苗 感染了两三天 什么事都没有 反而打了疫苗还真是 我离开了 看你的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隆坡其中一个最旧的住宅区 它都算多大 有262个Akers 以前是叫Modern Garden 现在很多华人还叫它为Modern花园 其实这个区以前是一个树架园 叫做Modern Estate 最终在1925年 Modern Estate就把它买下来 但是到1964年就收盘 卖光了拿来做发展 从1970至1990年 Modern Burkhard就把它发展成一个住家区 今天这个发展商都改叫Symphony Life Burkhard 除了几座抗路公寓 在这个区都没有什么见到高楼大厦 反而是集中很多排屋 和不少独立式住宅 在这个区的范围 都有Daman Dase Burmai Suri体育场 和永池Complex 对活动的邻居就很受欢迎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Brahman大学 还没搬到Starbark之前 都是在这里的店铺开始的 我大概30年都没有回来Daman Mida 记得以前我是来Jeras Club喝酒 探朋友兼keyboard手Ronnie 来捧下场 没回来这么久 这里大致上都是没有改变到 所有美食都是集中在这条街市 以前我来光顾这些档口 还有在这里 很多都被第二代接手做了 当然还有其他新的美食档 今天我就再次邀请我的老友记Danny 和Raymond来采访这条街市 和附近的美食 希望你们收看了之后 不会失望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宝敦花园尋找 最正的美食啦 和平时一样每一集的介绍 我都是先走来街市走一趟 今天都不是例外 再说 这里的食肆都是集中在这条街市的范围 而且早试是多夜吃过夜市 第一个美食我要采访的就是咖喱面 这档面食是唯一一间很繁忙的Summerfield Western Food茶室 这位档主郑女士和她的子女都经营了十多年 除了咖喱面 她们也有提供鱼蛋粉 客家面 炸肉面 云吞面 和羊豆腐等等 当主建议我吃她们最受欢迎的干咖喱面 她们的咖喱汁给我吃到很满意 一点都吃不到咖喱粉的杂味 还有这碗羊料 让我吃到鲠鱼的鲜甜味 一流 虽然这条街市是没有华年的街市那么长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买 我走了街市那么多年 都没有注意到有卖荷叶饭的当口 这位年轻人当主程先生 刚刚就在这个疫情 才开始摆档 他们的荷叶饭 全部都是她老爸一个人做的 虽然她的老爸以前在深水埗一间酒楼工作 但是他们的荷叶饭 是有改良过来适应本地的口味 他们的口味是比较香口些 有落蠟肠 冬菇 虾米 咸蛋 鸡 和最重要的糯米 打包回去吃到很满意 肯定好吃过糯米鸡 一般我来到街市都是要找些小食 举例马拉茶果或是阿邦当 可惜这里就不多各有马拉当 反而被我看见这个面包兼西饼当 盛海这两夫妇是来自一间 Emiro最出名的Garibaflo字号 搬来这里都有20年 他们现在只是卖面包和西饼 而且这里八成的食品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当主就建议我吃他们的Gaya Swiss Roll 因为他们的Gaya是最香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个Swiss Roll是很松化 Gaya很香 幸好我也有买一罐 这档豆腐啊 在一张西饼的旁边就是这档豆腐了 Danny说我一定要来采访这档豆腐 因为他们是家庭式的素食产品 我说豆腐不是全部都已经是素食了吗 Danny说你有所不知 华人的素食是完全不同其他民族 举例有落防腐剂、蒜头、洋葱 就不是素食了 代之沙登这位当主陈小姐说 他们的产品是100%素食 你可以放心吃 我一般都是不会在街市买菜 或是材料 但是看到豆腐那么新鲜 那我就打包点回家 拿来炒粉 果然很有品质 吃到很有口感 在这条街市都有几间个B店和茶室 但是这间链丹cafe 是位于一间很小的单位 不过都有摆了三档美食 在门口第一档 就是华香 港式烧立鸡饭 这位当主江先生 在这里都经营了有20年 因为以前他的老爸 是在香港做烧立 那么他就和他老爸 承受了些香港的烧立秘方 除了做门师 他们都有做批发 我都有说过我喜欢香港的烧立 事关是切得大口 吃到特别有口感 果然没有做坏香港的招牌 这个叉烧烧得好入味 好美的半肥瘦 有melt in the milk 的感觉 在这间个B店 还有一档很值得采访的云吞面 其实你知道 为什么云吞面是这么受欢迎吗 如果你拿些面来比较 举例板面 客家面 和云吞面 你会觉得云吞面是弹牙一点 事关是有落碱水 所以就要过冷河 对我来说 版面是最没口感 所以大陆和香港都没卖它 当然面丹牙都没够 那些酱要漂亮 又拌得入味 才好吃 就好像这档经营了 三十年的anwong 云吞面了 它的味道是很传统 让我吃到七十年代的感觉 味道清得你又够鲜甜 来到这间看庚庭猪肉粉 这个面馆 是这档何清远五十年老字号的分店 很多何清远的邻居 吃他们的猪肉粉从小吃到大 可惜因为不够人手 这家何清远的原店 都要暂时关门 这家达米尼亚的看庚庭 都开了五年 但是很多旧顾客 都不知道他们搬来这里 这位店主林先生说 除了提供以前的招牌面食 现在的餐牌还加了很多选择 特别是这个自创的海鲜粉 我本来是想吃招牌猪肉粉 但是店主就建议我试这个海鲜粉 事关这个味道 哪里都吃不到 果然没有说错 这款粉 不但鲜甜 那些海鲜 真是新鲜到没得顶 直接是out of this world 在这条街市位于顺法茶餐室 就是这档 那是了吗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 那么快要来采访 这档椰浆饭 但是我突然间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 原来是这位罗兹麻波的当主 郑女士 她一直都等待我出现 因为她的儿子有疑感 我会一天过来 打满蜜达採访她们 难得她这么有耐心 我当然要成全她了 话说 她的辣椰浆不是一般的口味 而是麻波传统的禁风口味 现在是早上11点 她们的椰浆饭都买到七七八八 幸好还剩到一碟给我摄影 她们的麻波口味真是很不错 让我吃到最棒的华人三包和软丹 我们走出来 在美的美的这条街市 来到大陆这间虾面 这条街都有放了四间美食 但是Danny说 这档虾面是最好的生意 而且是很合作 让我们采访 这位店主阿丽 八岁 就出来帮她妈妈做生意 除了招牌虾面 她们也要提供 淋面 咖喱面 和星期六最后卖的 阿森勒沙 可惜现在这么晚了 什么都卖了 只剩下虾面 剩下虾面 店主说她们的粉面 是霹靂棒哥的口味 我问她有什么分别 她说你吃过就知道了 老实说我都吃不出什么味道 但是觉得汤是很鲜甜 而且这个虾面是很可爱 有落叉烧 我做了美食介绍这么久 觉得糖水店是最难找到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KL的糖水店 都做不久 反而那些当口仔还捱得住 不知道这家住家美食方又怎样呢 这位来自马里布勾的店主聂高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两年 因为他是疫情开张 一段时间都做不到生意 除了糖水 他们都有提供 鸡丝河粉 煲仔饭 猪脚酸饭 咖喱面 鱼头米等等 但是我们的目标 只是来试糖水 那就叫四个口味 黑糯米 红豆沙 猪脚 猪脚炸 和金瓜豆浆 吃到非常满意 它的料是比足 煲到很够火候 又不会太甜 我们来做个大马米达最出名的鱼蛋粉 鹿有鹿 城际第三代 西刀鱼丸粉 不知为什么最好吃的鱼蛋粉 都是潮州人做 我记得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鱼蛋粉 就是在新山的潮州鱼蛋粉店 我今天就没机会遇到 他们的潮州店主蔡先生 但是幸好遇到蔡太太 她跟我们说 她们的秘方都是她丈夫的爷爷传来 而且这么多年 一点都没有改良过 除了鱼蛋粉 她们也有提供 兜底仓 和石斑鱼头米等等 我们有点饱 那店主就拿出很多东西 请我们吃 不是夸张 这些这么正 又传统的潮州食物 现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我们来到鱼蛋粉 最后的介绍 就是全香肉骨茶 很多人问我 你介绍了这么多 白骨茶 到底哪里是最好吃 白骨茶的味道是很主观 我喜欢 你未必会喜欢 无论什么厚味 好吃的白骨茶 是要用好的药材 和适合的时间来炮制肉 就像这家全香了 这位店主刘先生 只是在这里经营了四年 但都吸引了很多熟客 因为她们的肉是出名最新鲜 除了招牌鱼骨茶 她们的猪脚酸和胡头饭 都很受欢迎 吃过这煲骨茶 觉得汤清得来 又很鲜甜 帮你吃过翻层味